嗨大家好我是Ryan 又到了跟大家聊信用卡的时间了 诶大家有没有发现背后的景观不一样啦 没错我这一集不是在办公室拍的 我现在正在贸易倒度假 也是善用我们手边的信用卡点数才能换到机票的哦 所以这一集当然就要来跟大家讲讲 我接下来想要申办的信用卡有哪几张 在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之前 我想请大家替今天的影片按个赞 这样YouTube会主动的把我们的影片推播给更多不认识我们的人 如果看到最后你也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一定要按下订阅 这样子我们新的影片的时候都会第一时间的推播给你哦 为什么这一集想要来聊聊这个主题呢 因为过去几个月美国的信用卡 史上新高的开卡里的信用卡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来不及把全部的卡都拿下来 只能一张一张慢慢的申请下来 像是前一阵子我才拿了Chasefire Prefer高达100K的开卡里 我之前曾经已经有过了啊 所以我是重新申请 符合它的规则你就可以重新申请拿开卡里 那接下来几个月我想要把 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两张信用卡的开卡里都拿到手 第一张我想要拿下来的就是City Premier这张信用卡 那这张信用卡其实我目前已经持有了 但是不影响我未来可以拿它开卡里的部分哦 我们等一下会详细的介绍 在开始介绍重复申办这件事情之前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这张卡的权益 这张卡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值得新手入门 City Thank You Point 系列的信用卡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它在Airlines 它在Hotel 它在Travel Agency的消费都有三倍的点数回馈 然后它在餐饮 它在超市 还有它在加油也都有三倍的点数回馈 然后在其他部分则是一倍的点数回馈 然后它的年费相对的低点只要95元 然后每年还有一个100元的Hotel Credit 虽然你要花500元你才能拿到这个100元 不过也可以把你的年费就是Balance掉 那这张开卡里目前有高达80K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大家申请的 我曾经有拍过一则影片跟大家讲 如果还没有看到可以看一下这一边 那则影片跟大家提到说 这张开卡里基本上就可以拿来换长荣的来回商务舱的升等 或者是你可以转Virgin Atlantic拿来换全日空的头等舱 或者是你可以在限时也就是11月底之前转到AA 你就可以拿来换日本航空的头等舱 所以都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年费才95元 目前高额的开卡里80K就可以让你拿到这些东西 那我觉得不申请其实是说不过去的 刚刚前面有跟大家提到这张卡其实我目前已经持有了 那持有为什么你还可以拿开卡里呢 其实City跟Chase一样都是可以重复拿开卡里的 只要你符合它的规则就可以了 City的规则则是124 也就是过去的24个月 你在同一系列的信用卡你不能拿过开卡里 或者是过去24个月 你没有关掉过同一系列的信用卡 这边跟Chase有点不太一样哦 你不能关掉同一系列信用卡哦 那像Thank You Points这个系列信用卡下面几张 就是Prestige Premiere 然后Reward Plus 跟有一张没有年费的Thank You Prefer 那这四张信用卡如果你持有的话 你还是可以重复申办拿信用卡 你只要符合我们刚提到的124规则就可以了 我持有这张信用卡已经非常非常久了 所以远超过那个24个月拿开卡里的期限了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不能关掉这张卡嘛 所以我该怎么做呢 我就是把这张卡降级到像是Reward Plus 或者是Thank You Prefer 这两张信用卡其中的一张 这样降级以后因为卡号不变你就不算关卡 那你就可以再重复申办Premiere 拿到他的新的高额开卡里 City Premiere这张信用卡真的非常值得大家申请 如果你没有持有过的话 那你应该马上就要申请它 因为80K的高额开卡里也不知道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嘛 如果你曾经申请过的话 那大家可能就要算一下 你过去24个月有没有拿过这个系列的开卡里 或者是有没有关掉这个系列的信用卡 如果没有的话 你应该也要找时间计划的好好把它拿下来 第二张我想要申办的信用卡 是美国运通的白金卡 但是不是一般版本的白金卡哦 因为我目前已经持有了一般版本的白金卡了 所以在办一般版本的白金卡 其实我也拿不到开卡里了 但是目前白金卡开卡里实在是太好了 有高达100K的高额开卡里 同时又有在餐饮消费有10倍的点数回馈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 我应该要来申办一下拿这个开卡里的 那该怎么做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就是申请其他版本的美国运通白金卡 我目前想要申请的是 美国运通Morgan Stanley版本的白金卡 为什么想要申办这张卡呢 我们一样先来帮大家复习一下 白金卡的权益有哪一些 首先在基点的部分 你可以在Airline的消费 不管是官网还是MX Travel 你都可以拿到5倍的点数回馈 或者是你透过MX Travel的消费 你也可以拿到5倍的点数回馈 然后透过其他部分的消费 你则是可以拿到1倍的点数回馈 然后白金卡这张卡 其实它有非常多的退额 我们之前都介绍过嘛 它的年费虽然695元 但是它有了200元的Airline Credit 它有了200元的Uber Credit 它有了100元的Sax Credit 它有了200元新增的FHR 或者是Hotel Collection的Credit 然后同时它还有Clear的Credit 179元 然后另外还有两个很鸡嫩的啦 我觉得我不常用 就是Entertainment的Credit有240元 然后跟Equinox Credit有300元 后面这两个我觉得不常用啦 虽然年费拉高到695元 但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几个退额 其实加上来 应该已经都可以cover掉年费的部分了 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大白功能 就是贵宾室使用的权利 包含了大家很喜欢的PP卡贵宾室啦 虽然它的PP卡有些限制 不过美国运通的白金卡 还可以让你进入Delta的贵宾室 如果你搭乘Delta的航班的话 还可以让你进入Centrillon的贵宾室 我前一阵子才去Dunfo的Centrillon贵宾室 非常非常的好 我非常的喜欢 但是在2023年起 我就不能带人进去了 所以我要找一些备案 这也是我为什么今天要介绍这一集的原因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在台湾大家非常喜欢的 Plaza Premium 其实也不只在台湾 Plaza Premium在很多地方的贵宾室都非常的好 Plaza Premium这个高品质的贵宾室 已经不是PP卡的签约贵宾室了 所以你用PP卡是进不去的 如果你还想要进去的话 持有美国运通的白金卡是可以让你进去的哦 前面我们提到这些权益跟福利 都是一般的白金卡就有的 那为什么我要办摩根斯坦利的这一张版本的白金卡呢 除了我们前面讲的 我办了以后 我可以拿开卡里 不受美国运通一生一次的限制之外 还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提到的贵宾室使用权利 我非常喜欢美国运通的Centrillon Lounge 那现在持卡的人 你可以带两个guest进去这个贵宾室 像我有时候出去都跟队友 还有跟我妈跟我妹妹他们出去嘛 我都要带人进去 但是从2023年开始 基本上你是不能带guest进去的 你只有持卡的本人 或者是你持有白金卡的白金付卡 不是免年费的哦 是要三张175元的白金付卡 你才能带人进去哦 那摩根斯坦利这一张的美国运通白金卡 它有一个特殊功能 就是它的第一张白金付卡 基本上是不用钱的 所以等于你办了一张卡 其实你一样可以两个人进去 因为你有一张主卡 跟一张白金版本的付卡 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可以进入贵宾室的 这就解决了我从2023年2月开始 如果我有需要带家人进入Centrillon贵宾室的话 我没有额外的成本 因为我不用付175元去办三张白金付卡 这张卡的第二个特殊功能 就是你可以搭配一些摩根斯坦利的产品 你就可以持有这张白金卡免年费 这个部分我觉得还蛮吸引人的啦 不过它并不是很简单的就可以达成 然后也见仁见智啦 看你觉得放一笔钱在他们那边好不好 就是你必须要存放25000元的美金 在这个账户里面 就是你的Average Daily Balances 要有25000元美金 然后同时你每个月要有5000元的转账进去 然后你可以转进去再转出来 所以对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我这笔钱拿去投资来获利会比较高 像我自己有一些紧急备用金的账户 里面就会摆超过这些钱在里面的嘛 所以很合理的就是我如果把这些钱 移到了这个Morgan Stanley的Platinum Cash Plus账户里面 我就可以很简单的达到 我持有白金卡免年费的条件了 因为上面提到这些功能 真的让我非常想要办这张信用卡 包含了我们刚刚讲的100K的高楼开卡里 10倍的餐厅点数回馈 第一张白金版本的付卡免年费 让你可以带家人进去Centrion贵宾 然后还有你持有他的特殊账户的话 你这张白金卡 整年都可以免年费 是不是非常的好 我真的蛮想申办的 这张信用卡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申请 因为摩根斯坦利只开放给他的既有客户申请 要成为摩根斯坦利的既有客户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开一个他们的 AXIS Investing的投资账户 那这个投资账户开户的方式很简单啦 我也会把link放在就是Description里面 如果需要的话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今天跟大家介绍了两张我接下来会办的信用卡 因为我不是那一种就是一次就把很多信用卡都办完了 我都会按照自己的步调就是一张一张的慢慢办 间隔几个月间隔几个月这样办 也避免被银行秋后算账嘛 所以这两张信用卡是我接下几个月之内 我会顺序的把它办下来的信用卡 那这一集就帮大家介绍到这边了 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一样花更少飞更好 或者是想跟我一样善用信用卡点数可以舒服的旅游 就像我这一趟夏威夷的行程都是用点数换的哦 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帮我们的频道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 这样子他们也可以享受这样的生活 那我们下次见啊 大家拜拜